萊娥 有吧 我等一下會做出就是 很美味的海底捞隱藏美食 我不知道這麼做 会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點兩個清湯 因為我看過有隱藏料理 還有用清湯 然後去用醬料吧台 撈一些東西 自己調成那個湯底 蠻酷的 我不知道這樣子好不好吃 欸我們現在在的是一個 VIP的包廂 那它這邊有一個紅茶 這個紅茶我給你們看 它這個紅茶是 1瓶19元的紅茶 它是只有VIP才會有的紅茶 VIP才有 VIP才有 對 外面買不到的 我來喝喝看那個 VIP才能喝到的紅茶什麼味道 好像就是古早味的味道 古早味什麼味道 欸你這樣清湯美食就很 那不然你幫我形容一下 它就是要怎麼講 帶有一點茶香 也沒有多好 不淺的麥香紅茶 喔有欸有欸有那個感覺 可以多放一點東西在攝影機這裡讓我拿好 所以我就維持這個動作就好 我就不要動 我們今天總要做我刀帶 然後一個是要自製鍋底 一個是要做飲品 現在都是可以先做的 來丙萱我先幫你裝一碗 別說我對你不好 等一下 這是壽喜燒 有人直接喝壽喜燒的湯頭嗎 要啊要 可以我覺得可以嘗嘗看 好啦丙萱 你想逃過一截是不是啊 好你喝一口 等一下我再喝這個 用一下 這很淡欸 我覺得是好喝的欸 因為它很淡所以它不會像 美香瘦皮糙的味道 好那這邊肉已經熟了 好那我先吃 覺得怎麼樣 這個沒有味道 對沒什麼味道 那我再加一碗 我覺得它是不夠鹹 我靠 我覺得可以全加 不是你那個醬油 快加到表面張力了 你知道嗎 會不會滿出來了 剛剛我們再另外加了 很多的醬油啦 看一下會不會比較 比較入味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沒有什麼味道欸 可是我覺得還是好吃的 是比較清淡的那種 壽喜燒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開胃菜 其實海底老本身會給你一個 蝦滑的醬 但是就很普通就是那種醬油 那我要試吃一個 喔感覺好香喔 欸超爛欸 它很泰式的那種醬 它都裝偏少這樣很辣 我們下一道要做一個 西瓜雪碧 因為我們那個 剛好在家店 沒有雪碧 什麼 改的嗎 真的是西瓜紅茶 對 西瓜紅茶感覺 確定可以嗎 能喝嗎 我的 西瓜紅茶完成 這應該沒西瓜 太淡了 感覺要加一點糖 全加喔 全加喔 沒有啦 真的 這個我不行 這才可以吃 欸好喝很多欸 是不是 那我們加可樂 西瓜是加可樂 原本你的做法是加雪碧 但是因為這邊沒有雪碧 要賣完了 西瓜可樂 我媽 我媽怎麼說欸 這個味道 沒有 沒有那麼甜的可樂 我不會想來 好我們現在下一道料理呢 就是 番茄 滑蛋 然後呢 牛肉飯 牛肉飯 然後等一下就是 番茄湯 湯匙有點像撐住那個蛋 然後把蛋液倒在湯匙上 你說像這樣子嗎 他沒有撈我蛋 他沒有撈我蛋 他在糖裡面 沒有那我 直接撈蛋 直接撈蛋 掉手了 我的蛋掉太多了吧 蛋加了 快加了 燒蛋 好多蛋都掉下去喔 超會搭 可是他沒有發黑 你看他搖背 喔 可是你不是小廚娘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很少煮椒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吃椒 這是我做的番茄滑蛋牛肉蓋飯 剛第一道是什麼薯椒 然後第二道是 嗯 嗯 好吃欸 但我覺得他番茄的味道也很淡 不知道是不是被那個其他味道調味料蓋過 被蔥味蓋過 被蔥味蓋過 因為這個我們自己試做的時候是好吃的 會不會我做了就不好吃了 他的問題欸 這跟我上次的味道不一樣 但沒有不好吃啦 你超嫌 你超嫌棄的欸 你超嫌棄的欸 跟你們上次做的不一樣 超好吃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會打蛋的問題啊 不要那麼誠實 應該是番茄煮太久啊 那就是你的問題啊 那個味道很重 味道超重 吃到不舒服 沒有沒有他沒有吃到不舒服 是那個味道讓他不舒服 因為他 因為我們剛剛弄那個番茄 沒有是你 你弄的料理讓我們不舒服 你真的是黑暗料理界的欸 第一次吃到海底 然後吃到要換鍋 最後一道是蝦滑大蛋豆 我完成了 這邊喔 明鏡弄得好醜喔 你還有資格選人家 明鏡弄得好醜喔 沒有我的好看 好欸 好 好那我要開動囉 各位 這邊右邊的是番茄口味 然後左邊的是麻辣口味的 那我先試 是番茄的 泡杯有什麼 煮個小英雀可以煮成撒心底是不是 好 好 那應該可以吃了吧 嗯 可是這番茄的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好我們現在要吃麻辣口味道 欸我覺得 還滿普通啦 可是沒什麼味道欸 為什麼這樣 他本來就是要吃脆 這個沒有在煮很久 這煮三秒 這樣 又沒蒜喔 對啊 為什麼你喜歡我講話都沒蒜 看人肉炒粉欸 那要不要先弄那個 油條 油條 好啊油條來 要那個打筷子 把筷子打筷子 這樣子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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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條蝦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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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條呢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味道 它現在就跟 林林捲包蝦滑一樣 因為 因為小林捲它其實很容易就熟了 好的 今天所有的料理我們 欸 還有一個 我們直接幫它弄好了 因為我覺得 等一下那一道它弄 應該 效益率很高 好 這是我們工作人員 幫我特調的酸辣粉 聽說這個很難調 因為什麼醋的比例 什麼難抓 嗯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是可以吃的 而且跟外面賣的有點像 不夠酸嗎 那有辣嗎 因為我是很常吃酸辣粉的 我覺得味道我聞 有辣 就 沒什麼味道啊 沒什麼味道啊 感謝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創意料理 謝謝 我們今天總共吃了 只有五道 我最喜歡的 可能只有一道 就是這個 酸辣檸檬蝦滑 你們兩個都有覺得最不好吃的嗎 那321一起講 321 西瓜 華蛋那個 你們兩個321了 還都不知道我是恐怖 那我們今天就是 海底撈的創意料理 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